二十四 自負雜誌 樓上店靠小黃人翻身Minions 大小通吃 2015年7月11日 iMoney Focus B006-0081條囂的誕生良子康他們個子小小 外形像黃色膠囊 卻俘虜全球大小觀眾的心 這群黃色迷你兵團Minions 原本只是兩集壞蛋掌門人 Despicable Magic 電影配角 憑可愛又傻氣的演出成功談出 還擔大其聲做電影主角 主演的迷你兵團上月在英國率先上映 以刷新當地動畫開畫紀錄 兩週票房累積如2.5億元 電影週四九日 在香港上映 各方都看好這群迷你兵團 可成為今個暑假票房大贏家 粉絲層面極廣的Minions 來到香港也為大小商戶帶來圓圓商機 一對輕妹檔在中環樓上曝開特色零食店 三月開業以來每月虧蝕 更月靠代購售賣Minions特別版零食 生意逐步走向收支平衝 最受歡迎的Jetecton 一個多月內大賣約三千盒 貨量長期供不應求 一填百貨則經營期間限定店力穀人流 成功帶動顧客消費 在暑假展開掘金頭炮 喜歡Minions的粉絲 若找到中環一間專賣外國零食的樓上鋪 仍會忍不住血拼一番 手掌大的巨型出奇彈 賣斷市的Jetecton 還有坦瑞傳B餐紙巾 十多款Minions特別版零食和家品 都市店主興會Potein 獲在世界各地首落採購的成果 Tic Tac 堂軒搶購潮本身從事廣告創作的哥哥Potein 去年和妹妹一起辭職創業 在中環開樓上鋪 進口多款香港小見的外國零食 亦兼賣家品和派對用品 店內材料Minions產品 還有各樣古靈精介的零食 如外形像煙峽的煙仔糖 可攪拌咖啡的糖串 甚至是充滿情趣 可穿上新的糖果底褲 舖情笑說 這是德國找回來的糖用橡筋穿起 可拉有談性 很多客人都覺得好新奇 雖然產品在香港市面少有 但妹妹說今年三月開業至今 店主主要靠網上宣傳 客人亦多時午飯時間和放工才會摸上門 首三個月每月虧蝕 直到五月初 他們見到澳洲推出Minions特別版Chic Tac糖 掀起一陣搶購熱 生意才迎來轉機 當時見電影今個夏天在香港上畫 但在網上 街店都不見有得賣 所以就立即聯絡當地供應商入貨 橢圓形的香蝶味Chic Tac糖 印上迷你冰團樣子後 和圓混云的卡通外形絕配 在澳洲每盒賣約2澳元 約11.5港元 的糖果 來到香港售28元合營大有市場 五月尾他們開始在網上接受預訂 首批1千盒糖果首日已全部賣出 翌日訂單數目已累積至2千盒 要立即再補貨 後來萬寧 惠康等陸續推出Minions限量版 很快就賣自斷市帶動熱潮 他們再在澳洲和德國 找來兩款不同版本的糖果應付需求 大部份客上門都是想買Minions糖 但有些見到其他種類的貨 都買了其他 這一個多月 他們已賣出約3千盒Chic Tac糖 電影上畫鞏固客源店內教授歡迎的產品 環有歐洲超大版出奇蛋和Herebro院堂 配情說過程中也吸取不少教訓 出奇蛋是用舊式包裝 就敢用紙包 結果運送途中粒虛 要減價出售 幾十隻出奇蛋須有損位 部分要由230元減至180元 但幸運是仍不乏捧場客 銷情反而更佳 有一些家長特登上來幫仔女買 見到便宜一點更開心 他們說只是想要蛋入面的玩具 同級小朋友看下隻大蛋 兄妹倆最高興的 橫視店舖近兩個月生意逐步走向收支平衝 今月Minions電影上畫 熱潮帶動下生意聲勢更快 他們希望電影落後 可見立到一班長期光顧的客人 盡快走出創業的艱難期 每週一休創休人 以Minions作招來的商戶創休時間 2015年至聖關鍵 翠准Minions人氣和電影上畫時機 引入多款外國版產品 舉辦話題活動 月破plup store作宣傳成效 Dulate refreshment store又每月虧損 逐步走向收支平衡 一田破plup store成績創新高 營業額以超越過去同類活動成績 一田逆市生意 新一成早柴機的橫有 一田百貨、電影上畫前兩週 一田沙田和旺角等四間分店 已開設期間限定點破plup store 一田百貨市務部總經理謝蘇憲 Rebecca雪 首週已售出於三分一存貨 約4.9萬件 成績已超越過去同類活動 店內文具精品銷售額 更比去年同期聲譽一倍 此須一週大賣七千件 Rebecca雪組在去年中 一田以和Minions的肖像授權商 刻談合作 開設破plup store 部分也賣貨如T-shirt和藏品套裝 軍事獨家發售 他雪首日開店時場面最誇張 有員工內光歐批黃色Minions 補課 補課 苦放想家 家長 學生 OL-1加入搶課 很快就一掃而空 預備如千合的寄託 即日以授慶授稱 近期也趕不及補課 一田年前也爭議 紅本熊 Cuman和芝麻街等卡通人物開設破plup store 雖然並不是新伎倆 但Rebecca透露 Minions成績肯定是歷來最佳 關鍵是粉絲層面夠廣 Minions不止吸引小朋友 好多大人都喜歡他角色可愛又抵死 他們 成人 消費力強 買貨也特別爽手 之前其他poplup store要做三個星期才有的營業額 Minions一個星期已經超越虛A 而且仍是電影未上畫 已有這氣勢 即使時平日下午 現場所見沙田店也人頭湧湧 家長帶小朋友損心頭好愛 也見不少情侶和LL來購物 今年零售業吹冷風 主打香港人生意的一田 首五個月營業額夠去年未跌0.1% 至poplup store開幕後 分店的文具精品銷售額 比去年同期增加升余一倍 整體營業額也帶動升近一成半 Rebecca解釋有多開了一間分店的因素 但Minions的貢獻不用忽視 分店人流明顯精料 而且今次賣的產品比較豐富 家品服飾外還有公仔玩具 對生意都有幫助 場內最受歡迎的印花鐵單 首週已售出6,900件 最便宜賣9元的原子筆也售出5,000多支